66岁知名音乐作词家李昆成 与小40岁女友林静恩交往刚满十周年 八日大肠癌病逝 生前为许多知名歌手作词 外界也好奇他留下多少遗产给孩子跟林静恩 他的儿子李卓轩在父亲病危时 也在脸书发文866字道 尽为人父的李昆成自有的教养方式 让儿子很感恩父亲留下的遗产 李昆成的儿子李卓轩是高科技人员 目前在台中创业 是公司的负责人已婚 他在父亲命危的病榻前也写下 父亲道歉 没有留下多少钱给他 但他却感恩父亲留下的遗产 得很多字字句句都是感谢李昆成的教养 以及放手让他一搏再从旁协助的过程 什么是遗产 我已经都有了 我专科的时候赶期末考骑机车撞到孕妇 我爸先去拿他当年台中广播主持代言的免费芋头苏礼盒 去帮我搓汤圆 对方看到他说是他的听众 什么都没有要求赔偿就说和解了 我专科毕业第一次去一中附近网卡当工读生工程师打工 第一个月领三万多 第二个月老板看我要去念大学了扣我薪水 要我签本票才要给我薪水 我爸跑去跟老板搓汤圆 老板心不甘情不愿给了我该给的两万块当第二个月薪水 我入午下部队爬电线赶被操到双手破皮流血 每次放假爷爷就骑车载我到各个医院诊所包扎 伤口收一收再回去收假继续练 直到爬到满标三十秒上下赶让学长住嘴 也停止霸凌我 最后退伍那天 我爸跑来拍照 说帮我跟电线赶好好合影一下 就是没有想到去关说 我刚退伍上台北 就去新庄幸福录我爸当时的租屋处赞助 我开始在104狂丢履历 我爸说他当时的媒体人脉很熟要帮我介绍工作 我说免了 我宁愿自己被打枪十几次也要自己找到工作 他只能负责载我到中楼下 中广大楼 飞碟大楼楼下 我在上面网络公司面试 他就在门口跟媒体人叙旧 说你儿子去的那间公司很可怕 害我们音乐人都没了工作 我面试录取到飞碟电台大楼的那间公司 我爸带我去施大夜市后面的租屋墙 找到旁边的顶楼加盖房 跟我说台北就要住夜市旁边 吃平假美食才不会饿到 才回台中 生病出国散心后再次出发到台北 已经录取民生社区附近公司的工作 我爸动用他住在民生社区的药厂阿博人脉 两个老头帮一个年轻人大半夜 在民生社区找到套房成租 才回台中 我开公司第一笔被盗账 也是我爸说是公司董事顾问 去帮我讨十万块回来 开公司后赚到钱回台中要买自己的房子 我爸介绍他的吴代叔老同学去买他的建案 吴代叔顺便带我进全盛B&I拓展业务 你有没发现 所有现金 资产 捷径 我爸一概不会任意给我 所有我该努力的过程 成长过程该受的罪 他一概会适时地放手 而如今他爱莫躺在病床奄奄一席 他说很抱歉什么遗产都没有留给我 我说有啦 我现在还以后都这么会赚钱的能力 应该说创造幸福的能力 就是你给过我的 你已经给我很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Turkey